哈嘍各位晚安我是博勝 那博勝今天要幫各位介紹是我旁邊這一台 這台庫洞版的一個車款 那他是Yaris Close的一個車型 那待會我們會介紹庫洞版跟我們的潮玩版差異的地方在哪邊 給各位做個參考 那待會我們把機器架起來近距離幫各位介紹一下 那我們的庫洞版跟潮玩版的一個配備差異 那我們待會把外觀的一些差別的地方 跟我們的內裝差異的地方跟各位一一做個介紹一下 那我們把機器架起來近距離幫各位做個說明了 OK我們機器架好了 那我們現在接近車子跟各位做個說明一下 那我們從大燈的部分跟各位做個說明一下 那因為我們這台是庫洞版的 所以這邊大燈裡面看得到這邊沒有鍍鉻的一個飾條 可以看得到近距離給看一下他這裡就沒有鍍鉻的飾條 那底下呢他這一款是沒有霧燈的 沒有鋼琴烤漆的飾板 我們可以看得到大燈跟我們的霧燈還有 飾板的部分不一樣 帶過來我們的車頭底下 車頭底下的話他就沒有銀色的一個保桿飾板 飾板的一個部分 可以看到他底下是黑色的 底下是黑色的 那這邊是我們看到車頭的部分 那再過來的話就是我們的側面 我們側面的話這底下就沒有所謂的銀冰燈 就沒有銀冰燈的部分 那後視鏡上方就沒有所謂的 VSM盲點偵測了 那這就是側面的部分差異的地方 那帶過來的話我們打開 那裡面 車門打開之後的話這邊可以看得到 他就沒有所謂那種藍色的氣氛燈了 那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庫洞版的一個車型 那旁邊的門板這個也是皮質的 這個地方也是皮質的 那底下有鋼琴烤漆的面板 還有杜洛的一個把手 杜鉻的一個把手 那這是他的一個 門板的一個差異 門板的一個差異 就是沒有所謂氣氛燈 那上車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儀表板的部分有點不大一樣 儀表板的部分可以看得到 他就是比較傳統式的 那再過來就是中間的螢幕 是屬於4.2吋那種小螢幕的 旁邊這個是指針的 這個地方就沒有所謂七彩的一個 七吋的一個全彩的一個儀表板 那我們這個是 4.2吋中間的一個旅程電腦 旁邊是我們的速度表跟引擎轉速表 那目前看到這個是屬於 我們的庫洞版 庫洞版的一個儀表板 那冷氣的部分也不一樣 我們冷氣的部分是像這樣 有冷暖空調的一個 功能設計 旁邊是我們的風速大小 還有我們右邊是溫度 可以看到風速大小跟我們的一個溫度調節的地方 那底下關閉冷氣 前儲物後儲物 風吹的位置 室內循環 風的一個調整 AC冷氣的部分 那看得到這個就是我們的 庫洞版的一個空調 冷暖空調的部分 那庫洞版的話他的方向盤呢 他是只有上下可調 上下可調而已 他就沒有伸縮的功能 這是庫洞版才有 庫洞版只有上下調整的一個功能 上下調整的一個功能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室內看得到的就是 儀表板不同 空調的部分不同 那再掛我們旁邊的 我們的氣氛燈不同 裡面三個地方 還有我們的方向盤 高低調整的部分 他沒有伸縮的功能 那以上這個是我們庫洞版的一個 內裝 內裝配備的部分差異的地方 好 那我們 下車之後往後面 看得到這個也是一樣有旁邊有 鍍鉻的四條 這個有鍍鉻的四條 那用的鋁圈也是一樣17吋的一個鋁圈 然後後面的部分下方也可以看得到我們後保下方這個地方他就沒有銀色的 銀色的一個保桿飾板的一個四條的部分 這也是差別的地方 那倒車雷達是有的 我們這台是庫洞版 這台是庫洞版的 所以倒車雷達是有的 那再過來我們打開的話後面就沒有電動尾門 沒有電動尾門的一個設計 可以看得到沒有電動尾門的 差別的地方 那裡面的話是像這樣 給各位做個參考一下 現場這台是藍色的 他是庫洞版的一個車型 那 再過來後座的部分也給各位看一下 後座的部分他這個地方就沒有我們的扶手跟杯架了 沒有扶手杯架 那庫洞版一樣有後面的一個出風口 那底下一樣有兩個Type-C的充電孔 這邊 那皮子的部分說 超網版跟庫洞版的皮子有點不一樣 那我們還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現場這台是庫洞版的車 那可以看得到他旁邊的車縫線是沒有 沒有像超網版藍色的車縫線 好像看得到的車縫線 沒有藍色的 那現在的皮子是像這樣 給各位參考一下 皮子的部分 他皮子是像這樣 那現場的這台就是我們今天跟各位介紹的 是屬於庫洞版的一個車型 他的配備 車頂的部分就沒有所謂的 車頂架 他有點跟銀色的造型 車頂架 那我們這個是庫洞版所以就沒有車頂架的部分 那以上這些就是我們今天跟各位講外觀的部分 車頂架 還有 車頭的前方 他的鍍鉻式條 還有我們的霧燈 鋼琴烤漆的四蓋 後保跟前保的底下的四條 飾板的部分 那以上可以看得到這些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配備差異的部分 那博勝在這邊跟各位做個分享 做個解說 好 那等我一下我把機器加好 那以上旁邊這就是我們今天幫各位介紹我們的 庫洞版的一個車型 庫洞版的車型 那如果說覺得今天的影片介紹的不錯的話 博勝 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如果說你有喜歡 庫洞版的一個車型 我們現場這台是75萬的 75萬的庫洞版的一個車架 那如果你有喜歡 庫洞版的一個車型的話 趕快 跟博勝聯絡一下 因為我們 庫洞版的車型 做的比較少一點 比 訂閱已經訂到12月了 所以說有喜歡的話 盡快訂這款車 不然有可能會排到明年了 那博勝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如果說有喜歡的話 那盡快跟博勝聯絡 那如果覺得今天介紹分享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們 記得再幫我們訂閱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晚安了 拜拜